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这个幕后的操盘手 就是罗吉思维的罗振宇 他以前就是最早操盘央视的投标 现在在中央电视台投一个标网 是他要多少钱吗 中国好声音 加多宝在第一年冠名的时候 花了多少钱知道吗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六千万 第一届中国好声音 第一届 第二届的时候已经涨到一个多亿了 江苏卫视 CCTV就更不用讲了 我记得朗久 应该是朗久 每一年他都会买元宵节晚会 还有一个报时 那个准点报时 就是跨年 那个差不多好几个亿 好几个亿 有多少人看 有超过一个亿吗 可能会有 现在PuppyJump 他的粉丝 所有的平台加起来 也接近一个亿 一个亿 所有的平台加起来 网红的背后代表什么 背后代表的是流量 一亿的曝光量 大概两千两百万的话 每个人平均下来是多少钱 大概是四毛钱 对不对 是不是 在这后各位 你们知不知道在百度的推广上面 你随便弄一个关键词 点一下 要多少钱 好几块 好几十块 淘宝上面 买一个关键词 最少两块三块起跳 你没有两块三块没用 买不到 好的 四毛钱 跟三块钱 哪个便宜 四毛 对不对 四毛 Angelo Baby 刚刚做了一个直播 Angelo Baby刚刚做了一个直播 直播啥子 涂个口红 直播自己涂个口红 再画一下 知道卖了多少吗 一百万只 背后代表的是流量 流量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现实 好不好 像Papi这样 全中国只有一个 Angelo Baby 全中国只有一个 不好意思 第二名是谁 不知道了 互联网有一个法则 互联网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法则 叫做赢家通吃 永远都只有第一名 永远永远都只有第一名 大家知道 搜索引擎 除了百度之外还有谁吗 微信 这项社交软件在中国 除了微信之外还有谁 互联网 永远都是赢家通吃 赢家通吃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你们要成为Angelo Baby 要成为Papi 不是不可能是有点难 有点难 在我们的圈子里面 我们能不能成为网红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另外一种网红 叫什么网红呢 微网红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超级IP 然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在互联网的时代 是常委的 常委 什么叫常委 就是哪怕 我自己写一个聊天软件 没关系 可能不是全世界的人用 可能我找到两个一起用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粉丝 腾讯 微信公众号一打开界面 会告诉我们一句话 知道是哪一句吗 再小的个体 也有自己的品牌 再小的个体 也有自己的品牌 虽然 我们不可能 成为 Papi这样 成为Android Baby 我们不一定是 什么马云 不一定是马化腾 可能 在我们的圈子里面 我们就是一块品牌 我们就是一块品牌 一定找到你 这个品牌 忠诚的粉丝 一定会有 再小的个体 也有自己的粉丝 马上进入打造网红的三部曲 既然大家都有机会成为网红 那到底要怎么做呢 告诉大家三部曲 定位 如果你看到一台沃尔沃 看到一个沃尔沃的品牌 你的脑袋里面 马上蹦出一个词 安全 对不对 全世界就安全的车 看到海飞斯 去商场一瞄 哎呀 刚好掉头皮屑 你看到海飞斯 你的脑袋里面 只会蹦出两个字 对不对 曲线 这个就是品牌 什么叫品牌呢 品牌 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明白吗 品牌是 你在 你的目标人群 在你的消费者 在你的粉丝脑海里面的一个印象 他们对你是怎么说的 他们是怎么认为你的 这里有三个人 谁认识啊 第一个是谁 这个是谁 任大炮 这个人叫做任志强 任志强 以前是华远集团的老板 他号称任大炮 啥都敢讲 谁都敢轰 第二个 摇晨 摇大嘴 你看 马上又被你贴上标签 不是我说的 他的嘴大不大 不是我说的 第三个 是国民老公 你看 三个标签 任大炮 摇大嘴 跟国民老公 是不是 定位 定位 手机拿出来 打开朋友圈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每一个微信号的背后 一定有一个真实的人存在 他是真实的人存在 你的感情 你的情绪 你每天 可能很多的生活 你的生活方式 都会晒在他的朋友圈 为什么朋友圈 大家要晒呢 那志强太好了 晒 背后一定有一个真实的人存在 你可以通过他的图片 通过他的分享 通过他的文字 感受到他 在那一刻 是什么样的心情 那是真实的 一个微信号 他发了一个朋友圈 你能不能感受他现在的处境 他的心情是怎么样 这招非常的重要 三步婉转 未定位 怎么成为网红 三步就OK了 三步搞定 第一步 学会聆听 通过观察 浏览感知 账号背后的 那个人是怎么样子的 感知他 去感受 去感受 先看别人的 我们不知道怎么成为网红 没关系 你就挑 那些你认为 哇 这个朋友圈真的不错 他的生活方式 非常的健康 比如说 我们有空看看 熊FC的 这个朋友圈 他每天的生活怎么样 他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 他今天的心情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可以对标一些现实的人 对不对 我们可以找到 因为社会 社交媒体有一个很棒的东西 比如说 你有些偶像 你有些偶像 比如说 我比较佩服的一位企业家 是柳全智 还有就是像雷军 像360的周鸿一 像刚才那位任道炮 还有像那个王石 潘石屹 这些人在以前 我们能不能跟他们见面 跟他们聊聊 有点难对不对 没关系 大家可以通过 不一定是微信朋友圈 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我觉得新浪微博 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 特别是你想去认识 去了解一些公众人物的时候 你去感受他们 像李开复 这些都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 你们去看 他的朋友圈是怎么发的 他的文字是怎么写的 你能够感受出来 其实把它运用到 微信朋友圈一样的 对不对 一样的 所以呢 打造微网红 做微定位的第一步 先去感知 我们认为那些很优秀的账号 先去模仿 先去看 如果你连什么优秀的 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你都不知道是咋样 只能想创造 太难了 我告诉大家先模仿 先看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非常重要 我看完了 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写的 那OK 我要怎么做呢 互联网的定位 跟传统的定位 有一样的地方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在传统的广告 比如说我们用沃尔沃 或者我们海飞斯 我们可以上一段广告 弄一个美女 然后呢 把头发洗得亮亮的以后 头一甩 一点头皮都没有 对不对 大家看过很多 类似这样的广告 对不对 然而 在社交媒体里面 这是不可行的 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 播广告 所以呢 我们永远 留给我们的 读者 留给我们的目标 用户的时间 大概只有 0.5秒 刷一下朋友圈 就过去了 刷一下 社交媒体都是碎片化的 我们需要让用户去拼图 比如说你有10个优点 哇 那就麻烦 要慢慢拼 慢慢拼 拼半天忘记了 拼半天忘记了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现在刷一个朋友圈 你能够很精准地看到某一个人的 比如说我现在发一个信息 我在大家的朋友圈里面 你现在刷一下 能够看到我发的信息吗 不一定 对不对 因为你其他朋友也在发 对不对 一堆 所以呢 有可能你一天发个10条 你的朋友 能不能去10条圈看完 不可能的 他是不可能的 可能看到两条 看到三条 可能一条都没看到 我们 怎么样才能在 我们的目标群体的脑海里面 留下一个印象呢 让别人知道你 哇 第一个 知道你原来是干这个的 第二个 哇 原来你是干这个的 这样你才有机会红 对不对 因此呢 给大家两个策略 第一 叫做大拇指策略 做自我分析 做自我分析 每人写 五项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我有哪些优点 我有哪些缺点 有什么专场 好 用力想啊 这个非常重要 好 现在做一个游戏 先画掉一条 画掉 画掉之后再画掉一条 留下最后一个 留下一个 是什么 留下一个会是什么 不管留下什么 那个就是你的 好不好 来 接下来 接下来 留下那一个 我们需要做第二件事情 聚焦 把它塑造出来 把它打造出来 聚焦 在这一点上面 就像一个钉子 为什么钉子会被 能够被钉到墙上 因为它尖 对不对 当锤子敲下去的时候 着力点就是只有一点 对不对 把这个钉子 这个钉子就是 你剩下的那一个优点 优势 然后用我们的锤子 把它锤到消费者的脑袋里面去 OK 不断地锤 一开始可能那个石头很硬 理解我意思吗 继续敲 敲一锤不行 怎么样 再敲 第二锤不行 再敲 第三锤 再敲 敲到什么为止 进去为止 所以呢 一厘米的宽度 一公里的深度 让强的更强 让你强的更强 为什么会只有 留下一个大拇指 然后呢 叮叮叮 叮到它脑袋里面去 当你的朋友 不管是新朋友 也好 不管是老朋友也好 只要他一打开 你朋友圈 刷上去 刷了两瓶 三瓶 可能只看一瓶 他马上知道 哇 这是这样的一个人 哇 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棒的人 非常优秀的人 我一定要 认识他 要做到这种效果 你就是微网红 明白了吗 定位 第二步搞定了 第三步来了 塑造 怎么去塑造 怎么具体 更具体一点 能不能更具体一点呢 没问题 你自己认为的那个人 跟别人看你的自己 他是不一样的 他是不一样的 我们去打造我们形象的时候 不是说我要把自己打造什么高大上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你的粉丝是怎么看你的 不是由我们决定的 不是由我们决定的 是别人决定的 是别人决定 OK 把自己打造成微网红 教大家四步 四步 一二三四 照着做就OK了 好不好 照着做 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微网红 打造成一个微网红呢 有四个步骤 第一 一个溃红的泥称 泥称 知道什么叫泥称 这边有四张照片 这个人呢 这个小伙子 姓刘 叫做刘福庸 大家感觉这个人 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明星啊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是不是 刘福庸 土包子一个 底下 这个 长得比我还要瘦 瘦皮猴一个 陈岗生 你看这个名字 香港出生的 对不对 有没有 有什么 什么 那个什么 什么 护生啊 就一听着 上海出生的 对不对 这个名字太普通了 什么六一啊 什么建军啊 那跟成龙这个名字 比谁 大家觉得哪个会棒一点 刘德华呢 刘福庸跟刘德华 大家感觉哪个 有可能红啊 当年 刘德华 对不对 陈岗生跟成龙 哪个名字 哪个人有可能红 成龙 对不对 所以名字重要不重要 大家看一下 这个名字叫什么 其实这里面 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 我拿我来举例好了 好不好 大家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猴野 猴之猛 这个名字 够不够猛 人家说 哇猛男 是 我觉得 看上去 我不是说猛男不好 就觉得 好像 有点奇怪 我当年还卖过水晶 我特别喜欢 黑色的水晶 那水晶里面 有一种非常棒的 非常珍贵的 水晶 叫做碧玺 那我就 改了一个名字 叫做黑碧玺 那我姓猴 这个名字 一定要别人一看到 就知道 大概是我 就大家一看 一定要知道我 关联 有一点点关联 我就把猴字放上去 黑碧玺猴什么呢 想半天 就叫黑碧玺猴野 结果呢 他们叫了叫 就太长了 就被省掉了 现在我就变什么了 猴野 是 就这样来 我上次在深圳讲课 三千多人 然后我讲完课下来 一大段 回好 回好 哇塞 我的自尊心满 马上爆棚 太爽了 我觉得这个名字 真的取得不错 对不对 黑碧玺猴野 后来呢 我在广州 跟另外一个朋友 创办了一家公司 是一家互联网公司 互联网公司呢 有个比较特别的 这样的一些习惯 就是改花名 然后呢 当时我们公司是用 孔子的地址 来作为这个花名的 孔子七十二贤人 我专门翻字典百度 到处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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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我找到一个人 找到一个人 子师 有听过吗 子师是孔子的孙子 但是他的师父是曾子 论语其实是 子师写的 论语 四书五经 论语 是子师写的 然后 是子师整理的 所有的孔子的 这些言情啊 他跟他的历史的对话 写出来的论语 有没有文化 太文化根底了 所以呢 我的名片上面 那一天 我的名片上面就是 猴志蒙 子师在旁边写的 到后来 我把这个名片发出去 任何人拿到我这个名片的时候 他跟以前的反应都不一样 他们跟以前的反应都不一样 他们不会说 哇 蒙啊 那个他 子师是什么 子师是谁 对啊 有没有成功 第二个 明星级的大涂照 明星级 明星级 大家翻一下弟子的照片 翻一下弟子的照片 一定要是真实可靠 你看 这两张 哪个是明星级 这不用我再说了吧 这个事情比较简单 为什么比较简单呢 因为当年 其实 不要说再做 我也是这样子 我也是随便 咔嚓 拿个炸箱机拍一张 就放上去了 然后有一次呢 我就在 那个 那个 新疆 新疆 给新疆最大的婚纱影楼 金百合 就那个 金百合 婚纱影楼讲课 最后讲完课 我讲完这段 他说 老师 你的实际头像都不咋地 我说 好吧 那怎么办 下来 我帮你拍 然后婚纱影楼的 这个老板 亲自拿相机 新疆乌鲁木齐 最大婚纱影楼的老板 亲自帮我拍的 咔嚓咔嚓咔嚓 就拍了一堆 现在这张不是 现在这张不是 明星级的大头照 明星级的大头照 让别人一看 第一眼很重要 第一眼很重要 看到你的 这个头像都不想 加你为好友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悲剧 第三 一具有能量的标语 个人标语 就是个性标签 一看那句话 因为朋友圈一刷 你干啥的 看你的名字 还可以 蛮不错 这个人也是不像坏人 那人家一看 哇 这句slogan 原来是就这个的 我原来的slogan是 就大学生创业导师 然后丰收宝的联合创始人 丰收宝是一种联合创始人 人家一看一打 你在大学生创业导师 看到我这句话 好多学生就加我 因为我也是广州 很多高校的大学生创业导师 那有一句有power的slogan 好好过去想 最后有说服力的背景海报 这个就有点 稍微有点高难度 有点高难度 但自己去选 其实没有那么难 这张是在哪里呢 就是朋友圈的背景 那一张 那一张是价值百万的广告位 你随便用真的太浪费了 一打开你的朋友圈 第一眼就是这四个东西 第一眼 你只有三秒钟的时间 你留给用户的 只有三秒钟的时间 可能两秒钟 两秒钟之内 没有决定添加 你pass掉 这个p就一句话 一句话搞定 信任感 信任感 永远都是信任感 信任 是的 信任感是人人都可以建立的 关键我们通过 刚才我给大家演示这些东西 教大家不管从名字 从头像 从背景 就是因为信任感这个东西很奇妙 就是一刹那的之间 我相信大家接受过销售培训第一印象 其实那个就是第一印象 我们面对面也有一个第一印象 在互联网上面 我见到你的社交媒体 也有一个第一印象 信任感 信任感 永远都是信任感 OK 最后再补一句 吸引力法则 第一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吸引而来的 你相信什么 你展现什么 就会吸引什么 谢谢 谢谢 世界journey 你现在аявこ顾一些是许可我们年除区征上的菜 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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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